之前看这个真哥在这个微博上 还经常晒自己的这个 两个孩子 一个叫泽哥 一个叫乔妹 而且我昨天还特意看了一下 就是你微博头像是女儿的照片 是吧 那儿子不会吃醋吗 之前用过儿子的照片 但是没有妈妈的照片 你看你个小事了 妈妈的照片在西方 你看看 差距在哪 一举一点汗都下来了 还是求生欲挺强的 对对对 两个孩子你在家里是算严妇算慈妇 我对儿子算严妇 我对妹妹对女儿是慈妇 所以一开始 我太太什么的就特别不喜欢我这样 你比如说家里我儿子叫我爸爸 爸爸爸爸 我干什么 这么厉害 正在我正在说 你写个作业你叫我干什么 突然这边女儿 爸爸 哎 怎么 哎呦 然后 然后我太太就特别认真地 跟我说过几次这个事情 说你不能这样 我觉得对男孩子和女孩子 是不一样的 女孩子生下来就是要被疼和被宠的 对吧 就从小到大被爸爸宠 对 然后以后被男朋友宠 对 再以后被老公宠 对 再以后被儿子宠 你看这些女性同胞们 这掌声热烈的 但男孩子呢 要宠爱别人 做孩子的时候你要宠妈妈 对吧 你长大了以后你要宠女朋友 再长大了有了孩子你得宠女儿 所以你得有担当嘛 你得有责任性有担当嘛 是这样的吗 英俊哥 我就说他们还在鼓掌 你们鼓掌你们觉得什么意思 你们鼓掌 你觉得你们女生正在受宠是不是 要知道你们未来的老公 现在正在被严厉地管教 那这个儿子 有没有特别乖的时候 让你特别开心的时候 其实他一直都挺乖的 就是 所以为什么我 我真的是觉得是我不好的 就是我 是我太严厉了 前一段时间 我太太带着孩子 带着妹妹和老姨 回来趟老家 一个星期 只有我和我儿子两个人 是他出生以来第一次 然后这一周 我就会发现 他比我之前了解的还要乖 早上比如说 我定了闹钟 我醒得很艰难 然后他说 他说爸爸 你去那个屋 再趴一会儿吧 我一会儿换好衣服 我刷牙洗完脸 我叫你 比如说我太累了 我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洗衣机里洗的衣服 洗衣机洗完衣服之后 他会滴滴滴 一直在提醒你 我没听见那个响 我说 我说你洗衣机怎么没响啊 然后我儿子就说 说我把它关了 我说怎么呢 他说你睡着了 我怕他吵醒你 他特别 我家里好多 太天心了 家里好多事都他干 那这个有没有 这个哥哥还批评的时候 妹妹去给哥哥出头的时候 那哥哥 妹妹受宠啊 对不对 妹妹护哥哥护的哟 就那一次 我在开车 我说儿子安全带系了吗 说等一下 我说把安全带系上 我说把安全带系上 他说等一下爸爸 他手里再拿一个什么玩具 我说立刻 他说马上 我说我让你系上 我就吼了他一嗓子 妹妹突然吼了我一嗓子 哥哥说了马上 就真的是 他还吃个奶嘴 哥哥说了马上 我说妹妹 我说爸爸让哥哥系安全带 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 我说我为了他好 你吼我干什么呀 然后妹妹吃着奶嘴 扎了半天 还桌着奶嘴 因为我爱我的哥哥 哈哈